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盟委员会在28号公布了疫苗护照的样式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在法国一个电视节目当中 展示了疫苗护照的设计 备有二维码 手机版和实体版三个样式 预期最快可以在今年6月中开始申请使用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日向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 和古巴共和国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赴信 感谢古巴领导人祝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习近平表示 中古是好朋友 好同志 好兄弟 近年来 中古传统友谊日益深化 友好合作全面发展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 中古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 两国友谊得到升华 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古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推动中古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日前 劳尔卡斯特罗和迪亚斯卡内尔 向习近平致涵 代表古巴共产党 古巴政府和人民 热烈祝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高度赞赏中国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消除极端贫困斗争取得伟大成就 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确定的消除贫困目标 表示 古方院坚定不移 深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凤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28号在阿布扎比 同阿联酋外长阿布都拉举行会谈 双方宣布就健康马互认 达成了原则一致 王毅更提出 中方希望在有条件 有意愿的国家 设立春鸟行动接种点 为在周边的中国公民 接种中国疫苗 阿布都拉表示支持 王毅表示 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并赞赏阿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 给予的有力支持 王毅强调 中阿合作开展全球首个新冠灭火疫苗 三期国际临床试验 为推动国际抗疫合作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方愿同阿方加强一带一路倡议 和阿方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 拓展在能源 高新技术金融投资等领域互利合作 中方全力支持阿方办好迪拜世博会 愿同各方一道 确保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阿博多拉就表示 阿方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又指 阿方愿同中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尤其是加强去极端化的努力 携手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 并希望双方进一步开展 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双方宣布就健康马互认达成原则一致 会谈后 双方共同出席两国疫苗原液冠装 生产线项目云启动一事 凤华卫视 综合报道 相关话题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 宋忠平先生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宋先生您好 您对于王毅和阿联酋外长的会谈内容 有哪些观察呢 那么中国和阿联酋之间在国家战略上 实施对接对于两国关系 以及全面发展都会带来极大的帮助 阿联酋在中东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为什么特殊 你看其他的中东国家都是以石油产业 作为主要的经济支柱 但是在阿联酋不是 阿联酋早早的就已经把石油产业 在整个GDP里面所占的比例减少到30% 甚至更低 这样的话让阿联酋国内形成了是一种多元化多产业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 所以石油的价格无论是涨跌 对于阿联酋本身来讲的话 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 那么阿联酋国内其实有两个国家发展战略 一个是从2014年到2021年到今年 有一个发展战略 另外还有一个发展战略就是到了2030年的工业发展战略 那么中国一直在和阿联酋这两个发展战略来进行战略的对接 那么从阿联酋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的发展战略里面主要涉及到七个行业 包括航天 包括高科技 包括新能源 等等 涉及到的面非常广 包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也希望和中国加强更多方面的合作 所以阿联酋的这种国家战略恰恰是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能够实现非常好的衔接 包括你看在疫情肆虐的时候 阿联酋和中国合作 把中国的疫苗在阿联酋建立比较好的一个疫苗供应基地 也就是作为整个中东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个疫苗中转中心 而且双方之间联合建厂 这个对于阿联酋来讲的话也是巨大的帮助 阿联酋这个国家一直希望把自己打造成是一个创新的一个中心 不仅仅是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创新中心 更要成为一个全球的创新中心 还有从阿联酋自身来讲的话 包括它的一些城市阿布扎比了 包括迪拜了 也都是很好的旅游城市 另外也都是很好的会展中心城市 也就是阿联酋未来的目标 就是要让自己的非石油的产业能够占据更大的目标 让创新的一些东西能够在整个阿联酋的国家内部 形成更好的一个广泛的覆盖 这个对阿联酋未来经济的发展 包括在整个非石油化工领域有更好的发展 更好的合作 以及和中国之间的全面合作 都会带来更大的帮助 诚子 好的感谢宋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 另外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日前对伊朗进行了正式访问 他和伊朗总统鲁哈尼外长扎里夫举行了会谈 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医25年全面合作协议 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那这次会面又有哪些重要意义 我们来看记者发回来的新闻书评 早在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就提出了两国要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并就达成未来25年全面合作协议进行沟通和磋商 此时正式伊核协议正式生效 对伊朗制裁解除 伊朗政府却将重点放在了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对这项提议位于重视 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后 伊朗开始认识到要和中国走近 在一些学者看来 这份条约是美国的压力 促使伊朗决心和中国站在一起 许者认为这份中医全面合作协议 设计了中医关系长期发展的路线图 对双方都有益 也认为非常长期发展的路线 as well a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s well so the influence that this document has is quite significant it is of course at one level symbolic but the symbolism itself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areas in which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I think will strengthen both Iran's role in Asia and it will strengthen China's position in West Asia the United States is attempting to isolate China and it's also attempting to isolate Iran and the theory fact that this is being signed at this moment shows that US ambitions and US attempts to divide in rule are failing and I think it is a sign of greater self-confidence in China and greater self-confidence in Iran and this is bearing fruit 今年去年伊朗政府通过了这份协议的草案时 就引起了伊朗国内的渲染大波 而如今伊朗即将面临新一届的总统大选 新一届的伊朗政府 有多大程度上认可这份协议 又将如何去执行 这份中医全面合作协议 还将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问题 富豪卫视旅游政坎穆森 都很难把刀 好 去一下广告 下一节环球聚焦 带您关注更多的国际话题 稍后见 再来关注到长次号货轮堵塞苏伊士运河 28号进入到了第六天 运河管理局表示 长次号的方向堕和螺旋桨 都已经恢复了运转 当局计划趁满月大潮 加派拖船协助 尽快把长次号重新扶起 从卫星图片上可以看到 搁浅的长次号仍然横在河道上 泄入了运河东岸的船头 轻游工作还在继续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声明说 已经挖走了超过两万吨的沙泥 管理局也在计划 会按着潮汐和风势的状况 加派拖船 尝试将长次号移到较深时的地方 让长次号重新扶起 两艘奉命到场增援的拖船 分别悬化着荷兰和意大利旗帜 夜饮力合共超过400公吨 它们已抵达鸿海加入行动 救援人员透露 潮汐拖液也有风险 因为未能完全确认 货轮下到底全是沙泥跟淤泥 还是会有礁石 如果用力过猛 有可能会令长次号损毁 也有运河领航员透露 当土业失败就很可能要将长次号上 18300个货柜部分卸下 这意味着运河将要更长时间才能通航 因为单单运送起重机到现场 已要花费一段时间 为了解运河堵塞状况 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指令透过海洋一号CD两颗卫星 拍摄了运河的摇杆影像 据外媒推测 苏伊士运河两端停滞的货船增加到369艘 长次号堵塞苏伊士运河 每天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0亿美元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缅甸军政府在建军节武力镇压 造成上百人死亡之后 全国多地的民众28号仍然继续上街示威 据报警方再次开枪 造成了最少三人死亡 在最大城市仰光 大批示威者28号继续上街堵路 远处有杂物起火 冒出大量黑烟 据报警方再次向示威者开枪 又使用手榴弹 一名示威者被手榴弹炸伤 民众合力用三轮车将他抬离现场 最少有六名十多岁的儿童 在金军节的镇压行动中死亡 包括仰光一名十三岁男童 据报他被打中头部死亡 亲属为男童取行丧礼 情绪被常自动 有报导指 在仰光市郊的另一场丧礼 参加者聚集唱示威歌曲时 遭警方开枪驱散 而在南部城市土瓦 再次有一批教师和工程师 上街示威 抗议军方夺权 除了示威持续 边境地区冲突也不断升级 缅甸军政府27号晚派出战机 空袭在东部近泰国边境的 克伦民族武装控制区 据报造成最少三人死亡 大片房屋被烧毁 由大约3000名民众 逃亡到泰国境内避难 早前 克伦民族武装 攻占了政府军一处阵地 造成多名政府军官兵伤亡 并俘虏了八名官兵 另一方面 国际万国小姐选美大赛 27号晚上在泰国曼谷举行 缅甸加力在台上发言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缅甸局势 他表示 在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很多缅甸示威者失去性命 他感到非常悲痛 他请求国际社会帮助 让缅甸城市和平 孟宏卫视最后报道 警方赶到之后追捕示威者 现场传出了多声枪响 示威者是来自伊斯兰教团体的成员 他们对印度总理莫迪早前的来访 十分不满 认为他歧视穆斯林 煽动宗教紧张局势 而此次莫迪来访 适应孟加拉国总理 哈希纳的邀请 参加孟加拉国独立50周年活动 以及纪念国父 拉赫曼诞辰100周年 向当地捐赠了120万支新冠疫苗 印度总理莫迪 两天的孟加拉国访问 莫迪此访是为了庆祝 印度和孟加拉国建交50周年 我们一起来看本台著新德里记者 发回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 周六结束了对孟加拉国的 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这是他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首次国外访问 莫迪在达卡与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 进行了一对一和代表团之间的会谈 莫迪的访问恰封孟加拉之父 拉赫曼单程100周年 和孟加拉国解放战争50周年的 庆祝活动 莫迪发推文表示 双方审查了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关系 并讨论了在未来与孟加拉国 加深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方式 目的将授予 孟加拉国国父 穆基布拉赫曼的甘迪和平将 交给他的女儿 谢赫哈希纳 两国外交部日前发表联合声明 庆祝两国的合作与伙伴关系 印度外交部表示 总理莫迪和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 讨论了贸易、卫生、能源和基建等领域的合作 并指领各自的水资源部 建造完成印度孟加拉两国 关于共享六条共通河流水域的临时协定框架 凤凰卫视商经军 印度逊德里采访报道 欧盟委员会在28号公布了疫苗护照的样式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 在法国一个电视节目当中 展示了疫苗护照的设计 备有二维码、手机版和实体版三个样式 预期最快可以在今年6月中开始申请使用 护照将会记录申请者的姓名、出生日期 接种疫苗的时间和种类 以及是否曾经患上新冠肺炎 有是否还有抗体保护 虽然护照是自愿性质 但是布雷顿就预计 没有申请护照的人在跨线旅行时 将会被要求做病毒检测 布雷顿认为这不算是歧视 而是要证明个人健康 保护更多的人 我们再关注香港新岛日报的消息 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下个月加入中国和欧盟的行列 向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公民 发出电子的疫苗护照 为重开海外旅游做准备 而届时疫苗护照将会符合国际标准 持有者在登机或者入住酒店之前 都必须要出事 另外再来看到一则香港电台网页的消息 日本目前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日本全面解除因为新冠疫情 而实施的紧急事态宣言满一星期 但是全国28个都府县 最近一星期的新增确诊人数 都比前一个星期要有所增加 其中东京都再多了313人 较前一个星期多出了57人 而大阪府的新增确诊数字呢 也达到了323人 是连续第三天超过300宗新增 另外位于东北地区的福岛县 医疗系统也处于紧急状态 所以有专家就指出 疫情反弹趋势明显 担心会出现第四波的疫情 另外同样是香港电台网页的消息 再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在早前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 他最新透露呢 自己在接种疫苗之后 曾经出现了轻微的副作用 包括短暂的感到肌肉疼痛 以及针口位置不舒服 不过呢 他还是没有公布自己接种的是哪一款疫苗 另外普京也期望 俄罗斯能够在夏天完结之前 实现群体免疫 目标是届时可以解除所有的 防疫限制措施 再来关注到巴西方面 巴西的新冠疫情持续超过一年 加剧了国家的贫富悬殊 巴西全国工会联合会更是预计 今年当地的失业率将会升到14.6% 巴西疫情处于失控状态 全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 在三月底正式突破了30万人 除了医疗体系陷入崩溃 疫情也演化成经济社会危机 饥饿和无家可归的人数不断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把巴西社会 退入一系列的危机之中 走不出疫情风暴 遭受严重冲击的巴西经济 仍没有基础条件复苏 国家失业人口高达 1340万人 堆累着无数的悲伤故事 凤凰卫治 林卓韵巴西采访报道 再来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的确诊病例 目前超过了1亿2700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279万 美国累计超过3095万人感染 巴西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万多例 累计1253万例 再有1500多人死亡 累计超过了31万人离世 欧洲疫情仍然严重 法国再添4万例 累计病例超过了460万 意大利再有将近2万人感染 累计353万多例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68000多例 全国病例突破了1200万 菲律宾也新增将近1万例 累计超过72万例 土耳其单日新增确诊3万例 累计320万人受到感染 伊拉克也新增了5000多例 累计83万2000多人确诊 超过了以色列 再来看中国最新的新冠肺炎疫情数字 内地在27号新增8例确诊 全部都是境外输入病例 当天新增的19例无症状感染者 同样都是境外输入 内地现存确诊病例当中 以上海最多 其次是广东和四川 港澳台方面香港在28号新增 一例确诊病例从印尼输入 而本地则是连续两天没有确诊 台湾新增两例境外输入病例 患者都是来自菲律宾 好 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两岸3D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习近平近日向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和古巴共和国主席 迪亚斯卡内尔复兴 感谢古巴领导人祝贺中国脱贫工奸取的全面胜利 他表示将推动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王毅28号在阿布扎比 同阿联酋外长阿布都拉举行会谈 王毅表示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并赞赏阿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 给予的有力支持 双方还宣布就健康马护刃达成原则一致 中国的陆军第75集团军谋旅 近日展开装甲车辆战斗射击考核 而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就开展了新型武装直升机 列装之后的首次多弹种实弹射击训练 检验部队在高原环境之下火力打击能力 长刺号货轮堵塞苏伊士运河进入第六天 长刺号的方向舵和螺旋桨已经恢复运转 当局计划趁满约大潮加派托船 尽快让长刺号重新扶起 据推测苏伊士运河两端停滞的货轮已经增加到369艘 欧盟委员会在28号公布了疫苗护照的样式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在法国一个电视节目中 展示了疫苗护照的设计 备有二维码手机版和实体版三个样式 预计最快可以在今年6月中开始申请使用 解放军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 继续展开装甲车辆战斗射击考核 而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就展开了新型武装直升机 装列之后的首次多弹种实弹射击训练 检验部队在高原环境之下火机打击能力 满载导弹的武装直升机起飞向目标地域挺进 西藏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 氧气含量不足内地的六成 飞行过程中直升机功率会有所下降 加上地形复杂气象多变 对于新机型首次西藏高原实弹射击训练急剧挑战 接近射击区域后 飞行员迅速搜索和确认目标并请求射击 飞行员接到攻击指令后 瞄准目标进行导弹打击 目标随即被摧毁 此次实弹训练中设置有非制导武器 制导武器 航炮 舱门机枪实弹射击等多科目训练 部分飞行人员 机务人员和保障人员都是首次参训 全面检验飞行安全管理 飞行员素质 航空装备保障等要素协同配合 陆军第75集团军谋旅在贵北腹地的训练场 开展装甲车辆战斗射击考核 由女兵为装甲车补充弹药 其中在驾驶考核 参考车组需驾驶装备 在限定时间内通过急弯 陡坡等复杂路段 到达射击地域 独立完成射击前准备工作 并采取行进间射击 或者短停射击的方式 对把区目标实施射击 这次考核组在不同距离上 设置了若干个不同性质的把镖 并随机出把 车组需要快速发现母舟目标 自行选择弹种 控制射击时机 完成火力打击 近十个小时的连串考核中 参考车组射击成绩全部合格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 二十九号起夜廉两天 在北京举行 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 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 完善香港相关选举制度 确保有能力的爱国者治港 对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至关重要 他也说中央从国家层面 完善香港相关的选举制度 是协助香港重新出发 香港自己必须要把握机会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 二十九号起一连两天 在北京举行 会议将省议涉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产生办法的香港基本法 附件一修订草案 以及涉及香港立法会 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的 附件二修订草案 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 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香港政治争拗不断 议会无法正常处理社会民生问题 他认为完善香港相关选举制度 确保有能力的爱国者治港 对一国两制行稳之愿至关重要 目的去改善这个制度 不是说去排除某些人参政 不是 我们目的是真是想改善民生 改善社会 我们需要一些人是有建设性的去参政 就不是纯粹反对反对 还有专专门去抹黑对方 令到自己的知名度提升 来能够被选到 这个不是我们大家想见到 我们过去都看了很久了 看了很久了发觉 这个是一个死路来的 这条路是只会令到香港大家 真是被揽炒 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 决定说明中提到 将对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增加负权 赋予选委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 和直接参与提名全部香港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 陈志斯说 议员的天职是监察政府 希望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 飞来立法机关的议员 能够真心推动香港往正面方向发展 陈志斯又认为中央从国家层面来完善香港相关的选举制度 是令香港重新出发的良好机会 香港自己必须要把握机会 凤红卫视黄芷源香港报道 紫禁研究院日前用音频电话随机抽样 成功访问了1366名香港市民 了解受访者对于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的看法 调查显示接近七成的受访者支持全国人大有关决定 民调显示66.7%的受访者对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表示支持 只有21.4%表示不支持 紫禁研究院认为 有关结果表明 全国人大通过决定是顺应民心之据 得到多数香港市民欢迎和支持 新设立的选举委员会将由五个界别 共1500名委员组成 调查显示66.8%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赞成 21.9%不赞成 90名立法会议员将通过选委会选举 功能团体选举和分区直选分别选举产生 调查显示对于经由三种方式产生的议席比例 最多受访者倾向40比30比20方案 占36.9% 紫禁研究院认为 虽然三种方案都没有得到过半数支持 但40比30比20方案 比其他方案的支持度都高出超过10个百分点 民调显示 65.1%的受访者赞成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25.5%不赞成 调查又显示 68.3%的受访者表示 因为人大决定而增强对香港前景的信心 表示信心减少的只有22.7% 紫禁研究院相信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广纳民意 修改完善符合国家和香港整体利益的选举办法 紫禁研究院并呼吁特区政府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有关法律程序后 尽快展开本地立法相关工作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期间 中方代表正告美方 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 美方是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在这句话的背后 中美科技实力究竟发生了什么此消彼长的态势 我们一起来看中国投射 随着全球化推进 曾经形成了以美国 德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区域性生产结构圈层 正在发生持续而深刻的变化 在亚洲圈内 中国地位已经取代日本 所谓三大圈 现在看一个是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圈 另一个就是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圈 这样的生产圈 另一个就是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圈 这个目前看的话 是非常明显的在三大圈 那过去亚洲圈应该说是以日本为中心 日韩 加上比如说日本算是亚洲的一个小龙 他自称是龙 那另外四小龙四小虎跟着它 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那现在发展到中国这个产业分工体系 健全完整的过程之后的话 毫无疑问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形成这样一个生产结构 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圈 彼此之间相互联系 共同构成了全球的产业分工体系 但过去几年 美国挑起中美经贸科技摩擦 甚至对立 今后的竞争会更多表现在科技领域中的竞争 这又和过去以产业为主的贸易竞争 体现出不同 贸易的竞争 产业竞争 它是说这个产业的形成 它需要聚集产业 彼此之间是相互依赖的 比方说核心领部件 过去我们说核心领部件 我们对日本是有依赖的 那有一些原材料也是对日本有依赖的 那现在看的话 说日本单方依赖的话 我们不仅要从日本进口原材料领部件 甚至核心领部件 也要从美国 从欧洲 甚至从其他各方进口 那说到这一点上看的话 所以它这种进口与出口和加工之间 形成的是一个全球的这种产业的分布 那我们叫产业链 实际上产业链很难完全涵盖住 这样的三大圈 共同构成的全球的产业分布体系 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甚至说是一个系统 而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链 甚至说有人说链长 连短 这个就是相对来讲 就是说有点窄 它应该是一个体系 一个系统 而且在不同的体系系统中 有不同的反应聚集 科技竞争走向深处 比较的是制度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 专家认为 美欧亚三大产业结构圈 未来重组的过程中 将不再强调地理接近性 而更多的按制度相似性重新分布 包括日本和脱欧之后的英国 或许会发生飘移 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圈 也带来以科技为主要竞争的产业分工和布局 支持技术发展 能力提升的法律制度环境 会更有利于吸引各方 形成新的聚集 中国在制度政策环境方面的持续改良 是更高水平的软实力体现 凤凰卫视 蒋小凤赋托 北京报道 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把画面交给住台北记者蓝镜图 介绍一下 镜图你好 陈子豪 各位观众早安 今天台湾的各报焦点都是聚焦 帕劳总统惠普斯28号抵台 展开他五天四夜的访问行程 他此行主要是宣传台帕之间的旅游气泡 首发团将会在4月1号起航 而访问团的成员当中 还有美国驻帕劳的大使 帕劳总统今天上午将前往医院 慰问住院的帕劳民众 并接受健康检查 晚间举行记者会 4月1号他将搭乘台帕旅游气泡 首航班机返回帕劳 接着中国时报继续关注的是 台帕的旅游气泡 首批的旅游团 全数都是卖光了 但是后续的买气降温 岛内的旅游业者就表示 虽然透过气泡旅游 返台之后不用居家隔离 检疫14天 但还是要实施五天 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 也就是不可以搭乘大众运输 也不能到公众场所 那五天期满之后 还要自费检查阴性之后 再改为一般的自主健康管理 到第14天 许多民众就觉得要度个假 这样子实在是太麻烦了 接着采访重点要来关注的是 台湾在三月初 才向外购得首批的新冠疫苗 一共是11万7千剂的 阿斯利康疫苗 22号开放医护人员接种 不过目前只有9千多人施打 其中出现了28件的 不良反应事件 就遭到质疑 这样接种的速度 实在是太慢了 官方言以要扩大接种对象 疫情指挥官陈时中 今天将会到立法院 进行专题报告 另外国民党将于7月改选 当主席现任的主席 江启成已经宣布要争取连任 今天他将举办新书发表会 内容将会揭露2020大选的内幕 也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候选人 韩国瑜原本的副首人选 是要找江启成 那江启成将会在书中 说明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不过韩国瑜也被外界认为 是酝酿要参选当主席 因此江启成和韩国瑜两人之间的 进合关系 也将会是今天新书发表会的 各界关注重点 那相关消息 我们台北站都会持续跟进 接下来时间再交还给称子 好的 感谢净途 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在上周是个别发展 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白指数 都创了收盘新高 但是纳斯达克指数 则是连续两个星期下跌 展望本周投资者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公布的 基建刺激法案的细节 美国股市上周走出 大盘带来支持 不过科技股表现仍然落后 总结两个星期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36% 标普白指数更上升1.57% 两项指数都创出收盘新高 纳斯达克指数则下跌0.57% 是连续第二个星期下跌 本周公布的经济数据 包括周二发布的 一月房价指数和 三月资商会消费行星指数 周三公布的则是 三月ADP就业人数变化 三月ISM制造业指数和 上周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 会在周四发布 三月失业率和非农聚人数变化 则会在周五出炉 另外本周五是复活节假期 美股只有四个交易日 而美国总统拜登 本周将公布 2022财年部分预算提案 提案将展示预算计划 和税制改革一程 同时拜登还将公布 更多有关基建刺激法案的细节 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 香港股市在上周持续走低 累计全周 恒指下跌了超过2% 市场持续关注 美债收益率走势 以及中美关系发展 香港股市在上周 整体震荡走低 恒指上周初 环绕29000点大关进行盘整 周三传出 美国正式实施 外国公司问责法 中概股集体大跌 拖累了恒指下挫超过2% 失守28000点的关口 不过周五随着美股和A股反弹 科王股走势回稳 恒指重新收复了28000点关口 累计全周下跌654点 跌幅是2.25% 展望本周 周五是复活节假期休市一天 而恒生指数在周一结算 可能令到大盘走势更加波动 好 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其他内容 稍后见 28号也就是复活节前的周日 是罗马天主教的圣之主日 教宗方济各主持了圣之主日弥撒 而和去年不同 今年耶路撒冷的教堂重新向教徒开放 另外菲律宾教徒在封城前夕 参加弥撒纪念圣之主日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8号 在范迪刚圣彼得大教堂主持圣之主日弥撒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只有约30名神职人员和120名教徒 参加了此次弥撒 方济各表示 这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 迎来的第二个圣州 当下为遭受困境贫穷和磨难的人们提供帮助 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他并为印尼汪家西天主教教堂外 早上发生爆炸事故中的受害者致哀 而在耶路撒冷旧城区与去年不同 今年圣母教堂前人潮涌动 教徒纷纷手持宗吕之 参加圣之主日弥撒 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 比扎巴拉表示教堂开放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另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多名天主教徒冒着疫情威胁 在巴克拉兰教堂外参加圣之主日弥撒 他们挥舞着棕榈叶 神父向他们撒圣水 有教徒表示祈祷疫情尽快结束 为遵守菲律宾政府在首都和周边 再次实施的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 从29号到复活节 教堂将关闭 禁止进行宗教活动 凤红卫视综合报告 马来西亚在野党28号启动政治化展 勾勒建国数十年来的政坛朝野党派 揭决竞争格局 前政府内阁多名部长都有出席活动 并且对当下时局做出了点评 马来西亚在野党发布100幅各类政治画作 从政数十年的在野党元老林吉祥指出 民族团结 种族和谐 政府才有前景 数位政党领袖 前朝政府内阁部长都来捧场 前国防部长萨布在现场表示 疫情后世界焦点已从西方转到东方 马来西亚需继续保持中立不结盟 和东方国家保持团结 否则可能落后 前对华特使陈国伟认为 尽管中美间竞争延续 但马中关系只会更好 在野党国会议员潘检伟 耗费一年时间绘制画作洗来灯行动 勾勒去年2月朝野各党重新结盟 时任总理马哈蒂尔辞职 穆西丁接任总理的政治人物群像 引人关注 深陷贪腐指控的前财政部长林冠英认为 画作展现出对人民的背叛 政治变局影响到国家抗议表现 国会应尽快开门还政于民 前卫生部长祖吉菲里认为 疫情凸显科技和全球合作的重要 建立全球疫情防控中心 分享防疫技术知识经验 才能更好面对世界未来的疫情挑战 他认为马来下去年应对 第一波和第二波疫情表现出色 但应对当下第三波疫情和疫苗接种 还应加强检测和效率 平衡经济举措 他认为病毒将长期与人类共存 理性科学推进逐步开放是趋势 在这幅画中既有上任总理马哈蒂尔 也有现任总理穆西丁 还有在野党领袖安瓦尔 可以看到乌统党领袖 仍在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上 画中15个人的姿态和神情 的确反映出马来西亚政党斗争的复杂性 同时也投射出面对下届大选 朝野政党所面临的激烈竞争的局面 凤凰卫视高棉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答 我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